台中市发生了一起死亡车祸 23岁的外送员骑车行进北屯区一处5号之路口 和另外一辆白色的轿车猛力碰撞 整个人弹飞 再撞上了一旁的资源回收车 当场失去了生命迹象 另外惊险的场面发生在大甲区 一名骑士闯红灯 一辆绿灯直行的休旅车闪避不及发生擦撞 前方号之绿灯亮起 车辆缓缓通过路口 下一秒右侧冲出辆机车 居然要闯红灯硬切 黑色球旅车反应不及 擦撞后整台车冲向对向车道 而骑士众帅落地 民众行进大甲区甲后路 直击整个惊险过程 还有当时对象没车 才没有再波及其他车辆 而骑士也只有擦错伤 出不研判 就是骑士违规抢快闯红灯亮过 而在北屯区也是双方驾驶行进入口 没有衣规行驶 尿程严重事故 两车在几乎没有刹车情况下猛力撞上 南骑士整个人弹飞 在撞上一旁执行公务的资源回收车 整个人受到猛力撞击 当场失去生命迹象 送一抢救人宣告不至 十二号傍晚在北屯区 昌平东六路和昌平五街口 发生这里死亡车祸 由于现场是五号之路口 但在骑士车道上 有架设三角让路标线 疑似骑士没有衣规离让 而白色车辆来路口 也没有衣规减速 才会酿成憨事 由于事故地点一旁就是重化区 常会有混凝土车等大型车辆出没 侠据警方也呼吁 又怒人务必要减速慢行 才能够有效维护道路安全 继续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台中报道 店主划 经厅